很多人都以为两岸开战的时候 他投降就好 其实我的答案是千万不能投降 大家留意就是交战的时候 假如有一边本身他的信念跟价值 并不是普世价值的时候 你不用太期待说 你投降会有合理的对待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像乌克兰有些部队 他投降可是俄军依然 就是把他就地强决 而且可能会虐杀 那所以中国的解放军 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共产党的教育 当然不会讲全部都是没有人性 不过他有一半以上 应该基本上他是听从党的 绝对服从的指挥 所以万一中国打过来 我相信台湾的部队 其实没有投降这个选项 这是很务实的说 从历来你说国共内战的时候 投降过去的 最后也送去朝鲜当炮灰 没有死掉的 最后在文革的时候 也都被拖出来斗争 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媚共 或者对中国膝盖很软 他们都没有看到前人的教训 所以我相信